《希望成都记者》 《欧洲台》与欧洲和非洲 91个国家的5600万观众见面 让我们走进这座美丽的大楼 一起去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成立于1999年的凤凰卫视欧洲台 是凤凰卫视集团的欧洲频道 和欧洲非洲主要的中文电视 及互联网新媒体 其收视范围覆盖了欧洲和非洲 91个国家和地区 在欧洲的中文媒体领域独占翱头 凤凰卫视欧洲台在欧洲华人中 颇受好评 那么作为一档全面展现 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和历史人文风情的节目 《希望成都》是如何被 凤凰卫视欧洲台选中的呢 《希望成都》这个栏目因为 它是全面地介绍成都的社会经济发展 全面地推荐成都的历史文化 那个民俗民情的一档栏目 《希望成都》这档栏目 我自己感觉相当不错 你们可能编导用了很多的心血 这个相当不错 这一块表示感谢欧洲台 能跟你们成为合作伙伴 在位于英国伦敦的 凤凰卫视欧洲台总部会议室里 凤凰卫视欧洲台 和成都广播电视台的代表们 正围绕《希望成都》 起播和未来的发展 进行着热烈讨论 对于《希望成都》的引进 伴随欧洲台成长 十多年的市场部经理 关大卫可以说是一位关键人物 大约是两年前的时候 看到了《希望成都》这个栏目 我觉得这个栏目非常适合于 在欧洲的华人的观众 因为在这边有大批的成都人 他们肯定对这种成都的信息 是非常非常地渴望的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栏目 可以随时随刻地能够了解成都 我们专门围绕这个节目组 配备了宣传 配备了包装 以及配备了播出的专门的人员 随着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不断加快 欧洲对于成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而希望成都在凤凰卫视欧洲台的事实开播 无疑为欧洲打开了一扇 洞见今日中国的全新窗口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希望成都 李先玲是凤凰卫视欧洲台 专门负责希望成都后期编辑的工作人员 今年25岁的他在欧洲台已经工作两年了 是欧洲台得力的剪辑人员 希望成都这个节目 我是前期是负责做宣传片 当你们的正片来了之后 我就做这个播出版 首先要把这个片子调这个声音大小 然后你们的游球戏的片头要加上 能看出成都台为了这个希望成都这个节目 做了一系列精美的包装 成都台应该是做了非常好的市场调研 允许的知道观众们想看到的是什么 对于观众来讲肯定会喜欢的 经过细致的调整和包装 凤凰卫视欧洲台的第一期希望成都 终于为它的首秀做好了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除了凤凰卫视欧洲台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希望成都栏目凭借着精良的制作 已经通过香港卫视和台湾中天亚洲台 向全球散播着成都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博大精神的天赋文化 此时此刻香港卫视主持人鸿运和台湾中天亚洲台主持人杨博志 正等待着我们的现场连线 你好鸿运 你好博志 李丁你好 恭喜咱们的希望成都在今天登陆凤凰卫视欧洲台 让更多的欧洲和非洲朋友能够看到成都的变化 听到成都的故事 我作为一个老成都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祝愿希望成都在未来能够走得更远 大家好 我是中天亚洲台希望成都的节目主持人杨博志 在这边要恭喜希望成都成功登陆欧洲了 未来大家有机会可以透过凤凰卫视的欧洲台 一起和我欣赏希望成都 恭喜恭喜 全球华人一个最根结点是文化和乡情 这些华人通过这个窗口对主播的发展 能够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他起到了一个窗口性的作用 我对这个栏目是非常有信心的 正如关大卫所说 希望成都落地欧洲 为包括伦敦在内的欧非两大洲的华人们 提供了一剂解除乡愁的良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都人选择来到伦敦 不仅是因为这里有着和成都一样悠久的历史 这里丰富顶尖的教育资源 也受到越来越多成都学子的青睐 我叫小雍 我来自成都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来到英国了 这里是我在英国的第四年 我在威斯敏斯特大学读研究生 我的专业是international media business 今天是开课的第一天 我过来注册 建立于1838年的威斯敏斯特大学 是位于伦敦的一所英国顶尖大学 更是全球十大新闻传媒学院之一 为世界各地培养了大量的传媒精英 透着成都人骨子里追梦精神的庸家心 在英国考文锤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之后 又考上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研究生 准备在这里继续追寻心中的新闻印象 这位正在为小雍和同学做着讲解的 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媒体商务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保罗 每一年的这一天 保罗都会带着传媒系的新生们游览校园 对于初到伦敦的小雍来说 他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有着很多困惑 继续导师解答 新的追梦旅程就这样开启了 尽管现在已经是成都的凌晨 远在千里之外的小雍妈妈 还在熬夜守着手机 心心念念地等待着倾听女儿 到新学校上学第一天的点点滴滴 然后老师就大概讲了一下学校的诗 然后讲了一下学校的诗 还有那些学生会 妈妈 你晓得来个节目希望成都 晓得啊 晓得我们在成都都在看到 那天我就坐在沙发上 然后看到希望成都这个联目 它在凤凰卫视欧洲台播出了 还挺好的 你还把成都都宣传到那个英国去了 所以成都很好 以后等到你回来 来英国这么多年了 其实还是很想念成都的 现在伦敦有很多川菜馆 味道也很正宗 所以现在呢 我就经常会带一些外地 或者国外的朋友一起去吃 然后他们也是挺喜欢的 对于生活在伦敦的成都人来说 除了能够收看到希望成都 唯有地道的川菜 才能一解相愁 十二年前 一位成都大厨之身来到伦敦 也在这里见证了 越来越多川菜馆的兴起 我是张晓忠 来自四川成都 差不多到这儿都有十二年了 这个是十二年的当地的老夫家 这个住公保家就比较合适 从成都到伦敦 独自在异国川菜界打拼了十年之后 张晓忠找准商机 在伦敦繁华的金融区 和伦敦最大的购物中心旁 经营起了两家属于自己的川菜馆 我们开了以后 谁一哈就上来了 当时都没想到 有这么多本地的人 这么喜欢这个川菜 而且他们也在 给我们不停地宣传 周末都会派对 为了让自己的川菜馆 能在伦敦迅速站稳脚跟 张晓忠想了各种办法 其中希望成都在无意间 竟然助了他一辈之力 我平时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去看这个希望成都 通过这个希望成都 我觉得他能够更多的了解 成都的这个川菜的一个信息 以及跟其他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个 而且以前这个都蓝师傅 蓝国军师傅 以前蓝师傅到这儿也到了伦来过的嘛 我们还一起 学习交流过 风房卫视 楼周台 开播以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看看家乡的 经历一些变化 在张晓忠看来 川菜想要在海外发扬光大 首先必须坚持传统 用正宗的老成都味道 赢得外国人的认可 然后再结合当地特色进行改良 只有这样 川菜才有可能在海外推广开来 如今张晓忠的川菜馆 几乎每天都是冰棚满座 这里不仅是海外华人 经常光顾的地方 还得到了不少英国时刻的追捧 好,非常好 我来到这里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上周日我买了四个人 他们很感变得很感变 在国际 我们在 Sichuan province 昨年年 我们进行到 Chandu 然后我们去山洋 我们十天去旅行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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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冷藤的川菜馆都快上北家了 也证明川菜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介绍 我也真心觉得很开心 我是做川菜出生的 我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外国朋友 通过川菜人是成都 来上成都 在伦敦 望成都 无论是希望成都味道 被全世界喜爱的川菜馆老板张小忠 还是飘洋过海 吸收知识 立志学成回荣创业的留学生小雍 亦或是 弘扬着天府文化 记录着成都发展的希望成都 都成为了成都 维系英国 甚至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桥梁 而随着希望成都栏目 在凤凰卫视欧洲台的开播 不仅能让更多在海外的成都人 时刻了解故乡的发展 更能让成都和这座城市的魅力 传播到世界更远的地方